今天就來到最後一集 如果大家有看我 YouTube 的話 都知道我在這段時間 1 號開始 本來是放假的 所以我今天絕對是特意回來做這個節目 首先在開始之前和大家討論 最後一集的一些感受 稍後也會討論多一點 首先其實每次我來這裏做節目 都是非常睏的 因為10點大家要知道 這個節目是一個Live的節目 每次我來到之前都會在附近吃飯 吃完飯後就會很睏 而且每次我做完之後 我家住得比較遠 所以每次都是坐的士走 基本上這個節目 出錢又出力 大家好好珍惜看這一集 好了 講講今天講些什麼 首先介紹一下這個 我本來這個節目希望有些嘉賓 但是這麼久以來 第一集只有潘生做嘉賓 今天帶了他來又覺得他很有趣 你看到他有一個 他本身都是 你看到嗎 他本身都是一個很硬正的人 你看到他一個特別的造型 頂住了比特幣 今天他就會陪我做節目 放心他戴了口罩 雖然我沒有戴 今集會講些什麼呢 今集都是由前幾集開始 我們由第一節 都會跟大家講一些新聞 然後第二節 今天我花了很多時間 下午在我放假 雖然說放假 但是我也花了很多時間 去看事 下午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想研究了很久 然後想在第二節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 第三節我覺得今天最應該說的一個題目 作為最後一集 就是 近來市場上升得這麼厲害 想跟大家說說take profit 這件事 究竟在大概什麼位置 take profit take profit的方法是怎樣 又或者 那個心態上應該是怎樣 今天都會想跟大家說說 在第一節裏面 想跟大家說三宗新聞 即是現在想說第一宗 先看看 見到這裏 又放大一點點 就見到了 這裏就說 其實今個星期以來 整個市場 都仍然是一個聲勢 但是在 今個月稍後的時間 我就會有一點點不同的看法 稍後第二節 會跟大家說多一點點 首先看看這裏 這裏就說 市值第二大的加密貨幣 以太幣 在星期四的時候 成功衝破三千八百元美金大關 我記得 在前兩天 還是今天的時候 曾經升穿過四千元 整體加密貨幣市場信心大震 萬幣齊漲的山寨貴 似乎已經到達了 這裏就說 ADA和SOL都創新高 在整體加密貨幣 反彈之際 兩大公鏈 Cardano和Solena 都連接再破新高 Cardano 首先在星期四 測試網上推出智能合約功能 為9月12日正式 上線智能合約功能做準備 利多消息強勁推動 ADA成長 創下3.09億的歷史新高 截至本文截稿前 小幅回落報2.95美元 Cardano其實很久之前 我都有持有的 但中間因為等了很久 他都沒有升 所以我已經賣出了所有 不過 近來他就升得很厲害 不過我自己這樣看 就是看回近來 他那個project的發展 以及 真正的一些 他真正做出來的工作 似乎是 今次的升幅 我會覺得 是一個炒作居多 如果是回落的話 回落多少呢 就不得然之 即是好視乎他12日的時候 真正推出了這個智能合約 有沒有實質的項目去支持 接著在ADA創新高不久之後 另一公年SOL 則出現一波更強勁的漲勢 從$115美元 低位一路飆升至$145美元 24小時內 漲幅達25.7% 這裏漲幅達25.7% 這裏漲幅達25.7% 世界第七大加密貨幣 其實呢 我想他從年初開始 其實當時可能是 $10美元也不到 所以其實今年內 他已經升了 我想 沒有20倍 也有10多倍 最少最少 其實 再計算之前的話 再計算多幾個月前 可能今年內 已經升了超過50倍以上 這個詳細的數字 可以再看 這裏就說到 Solena 用極高的吞吐量 以及低廉的手續費 成為以大方最大的競爭對手之一 之前都跟大家提到 為何我自己沒有買入太多的ETH 是因為 因為我覺得 其實 在無論是速度上 或是gas fee的多少之上 其實 ETH 其實都會有其他的競爭對手 出現 這個Solena 正正就是我所說的 其中一個競爭對手 我覺得 在短期之內 在說的是 未來 最少一兩年之內 可能他都不會 撼動到 ETH的地位 不過 他的出現 的確是 給了大家 一個很大的驚喜 不過 其實 始終都會有一個爆出 只不過是哪一隻 他都可能 未必是 最後一隻 根據 De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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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什麼 不知道什麼 Nemma 上面的數據 Solena 在Define協議 目前在 智能合約中 鎖定了36億美元的價值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之前跟大家看過 一個叫做Define Pulse的網站 裏面 有很多不同 Define的資料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資料 就是 TVL 就是叫做 Total Value Locker 究竟有多少資金 在這條链上 鎖定了 這裏就說 Solena 裏面 有36億美元 而 ETH的 以太坊 有1260億 你見到 如果用這個來計算的話 其實 是以太坊的 大約3%左右 所以 其實 要真正威脅 ETH 或者以太坊的地位 還有很遠很遠的路要走 另外 都有 還有這個Tron Tron 其實 TRX 就是其他 一個類似的 又是競爭的 對手 以及EOS 其實 有更多更多的鏈 都是不停地出現 跟他們競爭的 所以 在短期而言 或者中長期而言 在這方面 都要再觀察一下 才知道 最後是誰 贏的 尤其是 最近 ETH 那個Gas Free 仍然都是高企 即是說 如果你要 發出一個 Transaction 可能要付 幾百元 港幣 幾十元美金 最少最少 才可以發出一個Transaction 這裏就說 隨著 山寨幣 在加密貨幣市場的總額 取得巨大收益 摩根大通分析師 在周三發布的報告中 對加密貨幣市場的走向 表示擔憂 主要是因為 散戶投資人 非理性狂 而將 山寨幣 和NFT 過度推高 張孔子市場 泡沫化 其實我經常都覺得 這些分析師 說的東西 很多時候 說完之後 都好像沒有說 當然 如果太多人 買的價格 升得太高 的時候 當然 會有些泡沫化 因為 其實 很多很多人 其實有時候 都不知道 究竟 那樣東西是甚麼呢 就純粹因為 那個 價格的升高 而去投入自己的錢 這件事 我也是想在 今天 提醒大家 其實 近來來講 市面上有很多很多 不同的新的項目出現 有很多不同的NFT 有很多不同的 Game Fight 即是說 打機 去有一些NFT 的獎品 給大家 又或者 好像Solana 有很多不同的 小幣 都升了很多 大家 我自己建議 如果真是 不太熟悉 那個Game 或者那個Project 的話 就不要 投入太多錢 如果你說 是當六合彩 購買的 即是說 就這樣 扔少少少錢 博一博自己的運氣 究竟可不可以 買中一個 有潛力的Project 這樣 就是 OK的 但是 如果你說 買將自己的 比較大部分的錢 放入一個 但自己也不知道 究竟他是在做甚麼 的Project 大家就要小心少少 這裏就說了 該分析師指出 山寨幣交易 現在 佔整體交易市場的33% 高於8月初的22% 總管許多加密貨幣交易者 對價格上漲感到高興 但分析師認為 美國聯儲局上調利率在積 省戶投資的狂熱 可能不會持續太久 這個都是 比較 每個人都知道的東西 所以 大家都是那句 如果升得太快的幣 尤其是短期 短期幾日內 升了很多很多的幣 大家就要小心少少 好了 這就是第一篇 關於近來的上升趨勢的一篇文章 另外 也想和大家看另一篇 關於近來的升勢 其中一個原因的一篇文章 之前提到的薩亞多 在明天正式 9月7日 正式將Bitcoin 列為他們的法定貨幣 這篇文章 說了很多東西 就和大家慢慢看看 拉丁美洲的國家 在6月9日 宣佈 Bitcoin 將成為他們的法定貨幣 到明天正式開始推行 除了他們用的美金 Bitcoin也會流行 流通 所以 接著 他們 我們之前也提到 他們成為 算是第一個正式的國家 去認定Bitcoin 成為法定貨幣 另外 都會有 其他國家跟隨 有第一個 通常都會有第二個 另外 就是因為 因為 這件事的出現 可能 之後的監管 都可能會做得好一點點 因為 始終 其他國家 有一個 效法的國家 去跟隨 這裏 這裏 就不詳細說了 這裏 就說到 世界銀行 就警告了 會 警告了 關於 那個叫做普及化的程度 但其實 世界銀行 當然會出來警告 這些東西 因為 其實絕對 是影響到 他們的利益 這件事 很多時候都是 有些新的東西興起的時候 無論是 一些既得利益者 又或者是一些不熟悉他的人 開頭都會非常之反對 但是經過一個過程 另外經過如果越來越多人去認同的話 很多時候 這個 局面 都會改變到 就像我們近來 其實 如果你想想 其實一年前 跟現在來比 加密貨幣的普及程度 已經相差得很遠很遠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上兩個星期 我們先提到 一個新加坡的 叫做調查 就說到 在他們的投資者裏面 已經有超過三分二的人 就已經有投入到 加密貨幣市場 還有我自己感受到 其實身邊的人 都越來越多人 去留意到加密貨幣 甚至乎 已經開始了 投資加密貨幣 跟你講到 加密貨幣 來有 Bitcoin 有普及性的好處 FIN